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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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個很高興今天是端午節 沒有送粽子 但是也不是記念什麼曲緣 但是呢 跟那個慘寶寶那個練詩的詩有關係 因為你也心靈嘛 那今天這個 聲響的歌也很像那個 練詩 兩溪趕快 用不一樣的台灣本土化的角度 在記念這一天 掌聲的開心 邀請 聲響總共 各位現場的朋友 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最特別 因為全省在 全台灣在跑 就我一個人 講到底 今天在嘉義最特別 因為還有另外一位 鍾永峰 因為我跟永峰 今年是第15年 我們搭檔15年 好 那想想看 就是 我覺得15年蠻不簡單的 後來回頭看一下 就是 就有人曾經說 我跟永峰啊 兩個人加起來 比較像是 像是一個 Sinner Songwriter 就是 唱歌的人 跟寫歌的人 這種 這種角色的歌手 叫Sinner Songwriter 可是呢 我要跟永峰 合在一起 才叫Sinner Songwriter 因為永峰他寫歌詞 然後我寫曲 然後我唱 那我們這樣 一起搭檔了 15年 我們從青年 已經寫到中年了 我認識的時候 就已經中年了 沒有啦 你那時候還不算啦 那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來 今天的 這個 今天的叫分享會 這張專輯其實我去年的 六月底 就已經錄好了 然後呢 我就這樣 懶懶散散 這樣 然後 然後都沒有那個 發行的那種 感覺 那感覺沒有 好像沒有那個感覺 所以就 一直都沒有動 一直到 去年的年底 才開始想說 好吧 那我們應該要努力一下 來把這個 錄好的專輯把它 把它發行出來 那就 後來就 開始弄 那終於 專輯發行出來了 那我們先唱第一首歌 好不好 那我請永鋒 來解釋這個歌詞 因為 今天的 歌詞的創作者 在旁邊 我們就讓 寫歌詞的 那個 中永鋒自己來解釋 那第一首歌叫做 秀珍的菜圓 呃 各位看到齁 左手邊寫 獻給林秀珍 他其實是嘉義人 他在大雅路開了一家店 叫一年五季 不知道有沒有認識 我是一家蔬食店 嗯 那我跟他認識 我 我其實這首歌不是 其實不是因為他那家店 是因為 他家是 住中樸 那麼他大概 五六年前齁 他們家拆掉的時候呢 就是剛好他們家的 地點 就在整個 村子的正中央 所以他 整理出一塊地齁 後來就讓村子裡面的 像外籍新娘啦 還有小孩子 去種菜 還有去玩 所以那個 那個故事給我很大感動 因為那時候 我在嘉義也 也負責一些 社區營養的事情 我就覺得說 這個菜園實在是非常 有社區的意義 就是說呢 他 我覺得他可以稱為 是一個社區菜園 就是說 大家種完菜之後呢 不僅是可以玩 而且呢 還可以 分享 種植的成果 所以我覺得那個意義 非常非常豐富 所以我後來呢 就 根據他的故事呢 寫了一個秀生的菜園 那 這裡面講的 其實都是真實的事情 好 那麼 我們來聽過 我們來 聽過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草圍 降慶 edi 那 這 是 這個 是 來 是 才 差點 是 剪增 中 要使用 判斧 看到 十分叉 滚滚滚 阿欠伯 阿正宋 整理你的 脆重体 踢槍槍 脆强强 重度力 是厚面杀 真肤浅 厚厚 阿修正 戴猶豫 爽 爽 鬆重阿林家 餐後憂鬱症 爽被阿明家 爽娘招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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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娘媽祖祖家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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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娘招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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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尾珠 他娘你記得我坐月 但有無聲聲音都給望求 真言歸拉路靠近 陸土春春 來春來久 收贊給採人家 哪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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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